台中大理一名骑士的机车后座 占满了回收物 骑到一半这个回收物突然间松坡 铁罐铝罐掉满地 后方驾驶紧急刹车纷纷闪避 另外在云林湖尾 有学生要过马路 但是不遵守交通规则 之间穿越了车阵 遭到轿车撞上 还好只有受到皮肉伤 没有生命危险 民众开车快到校门口前 募集惊险车祸 放慢速度再看一次 学生一路狂奔过马路 却没有注意有车开过来 直接被撞飞 猛烈撞击一下的所有人 都前来关心 事发在云林湖尾高中校门口 10号晚上6点多 现场是一个闪防路口 学生可能是刚下课 着急要过马路 直接穿越车阵 导致意外发生 万幸的是他只有皮肉擦伤 驾驶各式车辆行进路口 应注意道路等车状况 减速慢行 行人穿越路口 务必要走 行人穿越道 并注意左右有无来者 在台中大里 这位女骑士 增辆机车载满回收物 东西多到连机车两侧 都挂满瓶瓶罐罐 这时刚好 碾到一个手孔盖 铁铝罐全洒出来 掉了一整地 瞬间变成道路障碍赛 后方驾驶击煞 纷纷闪避 我都没了我 我没了我 所载物品掉落 储星台币3000元以上 18000以下罚款 物品没绑牢 差点酿成车祸 还好其他驾驶反应够快 要是不胜年到 恐怕会导致 连环绕车祸 记者潘信获正义 太中云林报道